1962年10月18日,中南海正在举行一场紧急的中央常委会议,毛主席站在军事地图前思考了很久,突然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地点说道,扫了它。 毛主席的命令下达后,早已摩拳擦掌的西藏边防战士迫不及待地奔赴战场,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,中国解放军便在战场上取得了全面胜利。 我国军队以1419人的伤亡击毙敌军近4000人,抓获敌军俘虏近4000人,同时还缴获了敌军大量武器装备。 就在我军准备在战场上长驱直入时,中央军委却突然下令全面停火,释放所有俘虏,挥还所有敌军武器装备。 正如毛主席期待的那样,这场战争为我国西南边境换来了几十年的和平。 这场战争便是人尽皆知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。 即使早在这场战争打响之前,毛主席就声明了我国反击作战的目的,把尼赫鲁打到谈判桌上来。 为了表达和平谈判的诚意,我国在战境战场优势的情况下突然停火,并且归还印度所有俘虏以及装备。 可中国的这些忍让行为,却没能换来尼赫鲁谈判意愿,反而逐渐让我国陷入了比较被动的局面。 好在周总理出马不仅及时化解了危机,而且还让尼赫鲁颜面扫地。 印度战败后为何迟迟不肯接受谈判,我国为何会陷入被动局面呢? 周总理又是如何力挽狂澜的,今天博哥就带大家走进1962年的那场极不公平的六国调节会议。 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给博览历史点点关注,既方便回顾往期精彩,又不容错过最新内容。 中国之所以决定对印展开反击,主要是有两个原因。 第一是印度对我国的肆意挑衅,印度不仅打伤打死我国多名边防战士,而且还在我国境内建立了上百个军事据点。 第二是印度丝毫没有和平谈判的意愿。 在中国反击之前,周总理曾多次前往印度,企图跟尼赫鲁旧边境问题进行友好协商,但是每次都被他冷落对待。 所以对应反击战的真正目的是以打促合。 为了让印度心甘情愿地坐到谈判桌上,中国作为战胜方,主动选择释放印度俘虏,规划印度武器装备。 可没想到的是,我国的善意之举却被印度人看成了对他们的侮辱。 这也就导致印度的筹划心理愈发强烈。 面对中国解放军的强劲战力,再加上中国强烈的和平谈判意愿,印度却始终不肯妥协。 不过他们当时确实具备优势无孔的资本。 首先,印度得到了美国和苏联两个世界大国的军事支持。 这两个国家不仅给印度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,甚至还以武力对中国进行威慑。 当时美国的航空母舰编队就停在孟加拉湾,而苏联也在中苏边境线上部署了大量兵力。 再者就是印度占据着国际舆论的优势。 因为美苏两个大国的影响,当时世界上有70多个国家都对印度表示支持,并且纷纷公开谴责中国的侵略行为。 就这样,中印边境战争虽然暂时停火,但是印度的无理态度很可能再次引发战争。 而和印度近在支持的西兰,为了避免受到战争波及,召集了缅甸、柬埔寨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商讨中印局势, 企图以六国合力从中调解,让中印双方达成和平共识。 中国一度把重启谈判的希望寄予六国的调解,可没想到最后换来的却是极不公平的对待。 1962年11月18日,就在印度军队节节败退之际,态度抑制非常强硬的尼赫鲁突然改变态度, 在印度国内公开讲话中表示,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纠纷, 可实际上他对我国的谈判请求依然是置之不理。 很明显,尼赫鲁此举只是为了争取更多国际社会的同情, 为了表明中国渴望和平谈判的想法,周总理先后约见了印尼总统苏加诺和西兰总理班达·拉奈克夫人, 希望他们能够从中进行斡旋。 班达·拉奈克夫人当即表示,将立即召集其他五个中立国家举行会议, 对中印矛盾进行调解,尽快促成中印双方的和平谈判。 我国对六国调解会议非常重视,会议之前, 周总理给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送去了亲笔信, 而反观印度虽然战板,但是背后却有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的支持, 所以根本没有把这些负责调解的小国放在眼里。 不仅坚决拒绝了六国的停战呼吁, 更是公开表示,此刻举行会议是没有帮助的, 可由于我国的强烈支持,六国会议依然照常举行。 1962年12月10日,六国调解会议在西兰首都科伦坡举行, 会议的初衷是不提建议,不提条件, 通过舆论促使中印两国停火,展开和平谈判。 可是六国会议的初衷很快就在印度的缩始下, 被他们忘得一干二净。 令我国难以置信的是, 六国会议竟然提出了一个极为荒唐的建议, 中国军队在之前后撤的基础上再无条件后撤20公里, 印度军队则不需要后撤, 对于双方之间形成的缓冲地带, 印度可以设置民政点进行管理, 这就意味着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一无所获, 既没有促成谈判, 也没有拿回被侵占的领土。 其实在提出这个无理的建议后, 六个调解国家也进行过短暂的思考。 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长在会议上表示, 这个建议简直是太让人羞愧了, 我们如今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偏移, 中国作为战胜国明明已经做出了那么多的让步, 可我们这个建议竟然还要求中国退让, 这简直有点欺人太甚了。 印度眼看六国调解对自己有利, 所以便开始在六个国家中游说。 没过多久, 这位印尼的外交部长态度突然骤变, 紧接着还发表了一番毫不讲理的言论, 中国政府战胜后的一系列举动, 值得所有国家敬佩。 我们也能感受到中国对和平谈判的诚意, 但是归根结底, 中国终究是一个大国, 而我们作为小国, 在进行调解时, 难免会忽略事实的对错, 对小国产生侧隐之心。 印度虽然不算是小国, 但是跟中国比起来, 确实属于弱势群体。 所以中国多做出些让步也是应当的, 这样也能更快地解决双方的矛盾。 很明显, 六国开会得出的结论远远超出我国的预料。 这个建议一提出, 国际上很多国家纷纷对建议表示支持, 这导致我国很快陷入了被动局面。 面对如此失控的局面, 恐怕也只有周总理亲自出马, 才能扭转乾坤了。 当西兰总理班达·拉奈克夫人, 把六国调解建议告诉周总理后, 周总理是既意外又愤怒, 可他依然强压怒火说道, 这就是你们六个国家商量的结果, 简直是荒唐至极, 你们已经完全失去了中立国应该有的立场, 班达·拉奈克夫人却说道, 我们也知道这个建议有失公平, 但是一切都是出于尽快促成中印谈判考虑啊。 周总理一脸严肃地表示, 你们给出的调解建议完全失去了原则, 非但没办法促成中印和谈, 反而会让印度愈发猖狂, 甚至很有可能再次引发中印战争。 经过我国政府的深思熟虑, 出于对两国和平的期盼, 我国决定再次表达诚意, 1963年1月4日, 周总理对班达·拉奈克夫人承诺道, 对于你们提出的不公平建议, 我国完全有理由拒绝, 对于印度, 我们不仅能耗得起, 更能打得起, 但是从国际环境出发, 我们决定再让一步, 中国军队可以再后撤20公里, 印度也可以原地不动, 但是绝不能前进半步, 否则我国军队绝不罢休。 即使我国之所以再次让步, 其中有多个原因, 首先是苏美两个大国的威慑, 当时的国际形势非常不利于我国, 再者就是国内正在经历粮食危机, 军队的后勤物资非常稀缺, 最后就是在西藏养兵的难度非常大, 因为环境恶劣, 运输条件也非常艰苦, 军队所需的物资, 全都要靠人工搬运以及牦牛运输, 有统计显示, 在西藏养一个兵, 足够在内地养七个兵, 正是出于综合考虑, 我国政府决定建好就收, 尽快达成和谈, 当得到周总理亲口承诺后, 负责调解的六个国家喜出望外, 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提出的建议有多荒唐, 可没想到中国竟然妥协了, 可事实证明周总理之前对印度的预言丝毫不差, 我们的善意并未换来印度的和解意愿, 他们果然更加猖狂了起来, 当班达拉奈克夫人将我国政府的退让想法, 告知尼赫鲁后, 她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谈判意愿, 反而非常不可一视地说道, 中国军队必须后撤, 也必须同意让印度军队向前推进, 班达拉奈克夫人迫于尼赫鲁强, 以及印度背后的美苏大国, 竟然对尼赫鲁的无理要求严听计从, 博锦云表示支持尼赫鲁的说法, 甚至还写信劝说我国政府, 无条件地接受印度的所有建议, 从这一刻起, 就意味着当初负责调解的六国, 已经彻底失去了立场, 而他们的调解也不再具有任何价值, 面对调解六国的无限度偏袒, 再加上印度的不知好歹, 我国政府终于忍无可忍, 2月21日, 周总理一脸平静地对班达拉奈克夫人表示, 中国政府不再渴求和印度进行和平谈判, 对于六国调解建议, 中国也全部否决, 请向印度传达五国政府的态度, 谈我们双手赞成, 打我们奉陪到底, 周总理的这番话有两层含义, 首先是向印度表明了, 我国无所畏惧的态度, 再者就是向调解六国表示, 中国将拒绝六国的一切调解建议, 面对我国突然逆转的态度, 尼赫鲁很快感到了危机, 如今中国已经失去了对和平谈判的热情, 那就说明双方极有可能会再次在边境线处开火, 虽然美国和苏联一直对印度持支持态度, 可尼赫鲁明白, 这两个大国绝对不会直接给自己提供火力帮助, 中国一旦出兵, 到时候印度就算举全国之力, 恐怕也无法抵抗, 中国政府的态度很明确, 是谈判还是动手, 尼赫鲁自己看着办, 处于两难近地的尼赫鲁仍然不想妥协, 他试图借助调解六国之手对中国施压, 而此时的中国早已失去了对调解六国的耐心, 迫于印度的威压, 班达拉奈克夫人仍然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, 而且态度非常强硬, 信中写道, 中国若再不做出让步, 调解六国将在国际上对中国进行公开谴责, 印度也将倾全国之力对中国开战, 面对这些威胁, 周总理在回信中态度坚决地写道, 中国目前没有好的办法, 只有静静地等待, 让中国做出让步绝不可能, 若印度坚决不同意谈判, 不管他们接下来怎么做, 中国都有实力承担一切后果, 周总理的意思很明确, 中国不畏惧任何形式的威胁, 无论是打还是谈, 中国都不怕, 在中印双方都不讨好的调解六国逐渐反应过来, 中国之前的忍让, 以及妥协并不是畏惧, 而是在表达对和平谈判的诚意, 面对印度的得寸进尺, 中国已经收起了所有善意, 如今的局面, 已经不是调解六国能够左右的了, 在4月27日, 六国会议正式宣布, 中印边界问题, 因有两国自己决定, 六国会议不再插手, 没了六国会议的偏袒, 也没了中苏两国的支持, 国际上支持中国的国家越来越多, 印度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处境, 输了舆论又输了民心的尼赫鲁, 一病不起, 不久之后便离开了人世, 中印边境从此迎来了几十年的和平, 我国战士在武力战场上浴血奋战, 而周总理则在政治战场上力挽狂澜, 周总理以一己之力, 对抗着来自印度和调解六国的强大威胁, 可他始终没有退却一步, 不仅彰显了我国追求和平的决心, 更体现了我国的大国实力。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, 喜欢的朋友可以多多点赞留言, 新朋友记得给博哥点点关注, 博览历史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